提起描写江南的诗词,你会想到哪些呢? 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向明朝,卖杏花 还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压仙枝 是晴日暖风,生卖戏,绿荫幽草,盛花石 是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初浅黄 但这么多诗句中都比不上一句江南好直击人心 江南好,风景旧层安 日出江花,红盛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易江南 白居易的这首《易江南》被传送了千年 江南是美好的,能给人带来惬意的享受与愉悦的回忆 对于白居易来说更是如此 杭州是白居易与江南首次相遇的地方 在记忆中的地位自然是不可替代的 他在杭州刺史任上做了不少事情 比如书郡六颗古景,书通眼塞的西湖 他可以白天躺在须白亭上观看前堂大钞 晚上跑去幽静的天竺寺或灵影寺中欣赏桂花 来到江南之前,白居易以奸济天下为止 希望能挽救江河日下的唐朝 但却遭遇到惨痛的现实 因得罪当朝权贵而被贬江州司马 从那以后,他便走上独善其身的道路 在花间村前,园林樱厌间度过甜淡的余生 从江州召回后,白居易便来到江南为关 连续在杭州与苏州做刺史 尽管他已经五十多岁的年纪 但是在人间苏杭给他带来了青春和活力 使他在晚年退居洛阳的时候 常常回忆起这段走马观花的自在岁月 所以词中对江南最深的记忆便是春天的日出 无论是朝阳如火的光芒 还是春水溅起的范长 无不充满着朝气与希望 所以白居易从今时亦往日 从洛阳亦苏杭 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 并赞颂江南好 正因为江南好 才不得不醉意是杭州